请问你一个最近让我很疑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前几年听 就是我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是代表一些年轻人 像师傅请教 就是像我们90后或是0年后 很多人会体会到一种孤独感 就是孤独感 就是好像这种孤独感 就是好像是一种非常强烈的 以及伴随时间很长的 然后为了缓解或是解决这种孤独感 会想要比如说通过世界的那种先行 或者是友情或者是爱情 能够缓解这种孤独感 然后甚至有像我的有些学生 他们甚至是更严重的孤独感 或者是焦虑感 他们甚至会患抑郁症 焦虑症孤独症之类的 然后去找心理医生 也只能去获得一些药物的知识 或者是好像都不根本 然后前几年听一个师傅讲 就是讲到孤独的根本的来源 是我当人建构了一个我的概念 他把我当真了 然后就孤独感就从我的概念 生成的那一天开始孤独就出现了 然后只要你在这个我上去找一切的解决方法 都是在继续的去主望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他说 根本的是要领悟到这个无我 但是我个人就从这个角度 就觉得非常的难 就是我我 然后我最近也在对中宫禅师的 中宫三十信念里面有讲到那个无生跟生 就是生灭无生生不生 乐邦拿捧近人行 随之万丈红成礼 汉大花开月正礼 就是我对他的关于无生跟生的那一段论书 也非常的就感觉非常的喜欢 但是自己还是有点领悟不到无生跟生 那想请师父开始一下 会怎样在这种非常深的这种 我执中物土中去领悟到那个无我 以及从那种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一个生命 好像在在生一直执着于这个生 如何在这种深深的执着里面 对生的执里面去领悟那个无生 这是我非常深的 生跟无生不是用世间的这个意识去领悟的 他要你要召见你自己根本决心 就知道生跟无生 就是我常讲的 决心现前的一定是什么 他能生一切念 但是决心能生一切念时 你不能拿哪一个念头来执着 他也不是念头中是喜念或怒念 你会发现他都不属于哪一些念 可是他却能够成就一些念 所以将来你会慢慢体会觉体的时候 你才能体会那个生跟无生 那个生跟无生是 正生之时当下无生 当下无生时就是生处 就像镜子正照色时就是镜子无色时 镜子的无色 因为它从来不是清王之白 它就能够随时随缘为你印线一切色 那就生跟无生 但是你说要是一般反复 怎么能够召见这些无生刚开始时 其实要是在平常生活之中 在法上先懂得因我就是了 你说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断我直太难了 但是你却能够解读出来 你现在在生活上 你是不是心里面对现前生活上 是不是有很多的欲望 跟所有的很多的希求太浓了 或是依赖太浓了 那个依赖太浓 那个希求太浓了 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孤独了 你就会有这个无助感了 你就会找种种攀缘了 找父母的疼爱 找其他人的那些怜悯 那些你要自己发现 那些东西你所想要追逐的 那些气氛是从哪里来的 是什么样的心境中来的 是什么样潜在意识里面 你盲目在那边追求 去追寻中来的 你能够在这个每一个心念之中 去体会那个因缘本末 这是最初的佛法 叫一切年轻人走入的因缘 那个就是什么 叫做明辨因果 法上要明辨因果 你自己的环境 你自己现在心中 所最浓烈的那种渴望 那是怎么样形成的 你都能在每一个心态之中 像儒家一样的 讲的每次都能三省无身 那佛们是三省无心 那心中你都明白那个道理 你将来就会发现 你眼前心里面 像一般年轻那种渴望 渴望纵然现前你都淡薄 因为你知道他们渴望 从哪里来的 自心所起 那个假象现前你都能淡薄 那当然世间中 所有的一切的迷惑 就迷惑不了你 那你说你九年年后 才有这个孤独感 错了 每个人都这样来的 你问他是不是都这样过来的 都有孤独感 是不是对我那个依赖相 都是这样的 很公平的 没有亏负你们九年年后 我们都会这样熬过来 这只要是众生 合在世间法中 就像我们决心 你只要多在感受之中 感受就具足什么 就具足孤独 就具足我知 就具足种种的造作 因为他就是造作 就像镜子造色之时 你看到镜色 它就是什么 就是独头 就是造作 就是浓烈 就是一直不断的 神神灭灭 对吧 镜色之中 就是这样呈现了 决心在现感觉时 它其实就是如此 但是那你说 我要怎么样断了这一业力 谁让你断这一业力 它本来就是如此 你在本来如此之中明白 原来它就是决心 那你就跳出来 那意思就是你在镜色 你都知道 原来它这样的变化 它的业力这么样的强烈 它所呈现的造作 这么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动作 这么样明显 其实就是镜性 镜性就是 就是能够如实现了 它就本来如实现了 突然就发现 你就再也不是 镜色的束缚 已经慢慢 能够懂得 什么叫镜体 但这种方法 唯有什么 唯有就是 这个年轻人 或这个学佛的人 他是不是要天天 每天愿意 不断地反观自信 每天愿意 要在这个 这些道理上面 不断地熏悉 佛门之中 没有什么叫智慧的 没有说你习不习惯 你熏悉久了 他就是了 就要九熏诚信 但佛门之中 讲的九熏诚信 就跟一般世间法中 有不同的 一般世间法 是你真的有捉持 在捉持一个 自己想的一些技艺 想的一些技能 光这个捉持像中 都仿佛好像有九熏诚信的作用 对吧 好像真的熏起久了 你就比别人更人熟悉了 但是这种熟悉 还是属于生灭法的 这种熟悉 还是属于什么 去茫然追逐的 这样这种熟悉 还是带着你心 一直不断 像红尘之中 像外流浪的 佛门不是 佛门是知道 你所有的一些心中的呈现 你所有的一些追逐 那些阴阴伯果果 阴源本末 什么样的心 它会成就什么追逐 这个追逐以后 它会成就 纵然就算有所成就 那个成就 是不是将来 也变成心中的暧昧 你都能够分辨得出来 自信之中 所起的一切现象 都能分辨得出来 这个人才是真正 走出心境的人 那个人才能断我执 什么叫断我执 因为你会发现 决心现前都是我 你要刻意让自己 找到一个无我 那你找到那个无我 是不是我 还是我 只是那个我 你假装成 那是无我 那还是我是无我 所以你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永远都是掉在那个坑中 什么叫做无我 你看清一切我时 你会知道 能明白的那个我 从来不是种种我 但你也不会去避开种种我 那你才真正 什么时候知道 叫大无我 那种大我 无我 大我是无我的 但是它一定能够偏离一切我 就像镜子非色 但它一定照进一切色 反过来说 镜子正在照进一切色时 就是你正得镜子非种种色 为什么 那本来无我 所以不必你刻意无我 那你要怎么样正得本来无我 就是熟悉心境 所以刚刚跟文真讲 为什么叫你们听经 不是真正经中 或者师父讲的东西有帮助你 而且真正在这些文字上 在这些道理上 师父最多只能给你一个意趣 给你一个方向 在方向 假如你听熟了以后 你自己阐明那个方向 真的你发那个心赤成的手 你会发现那个方向 不过就是最初的道理 将来新熟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方向上 你体会念念体会是那点决心 所以决心也不是师父 像你们过去以为的 师父只是叫你们 在每个念头之中 只要知道什么是决 不是的 不是只是回头看到 是什么是决 而是要知道 每一个当下那个决中 什么样的因缘本末都要清楚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决 因为你懂得因缘本末那个决 那才是真的决的一切因缘本末的决 你要不解释因缘本末 你就刻意去找到一个决 那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有点类似于儒家讲的三行而成 就是不断的翻新 也类似于儒家讲的在明明德 你就阐明那个能明白一切法的明性 你要是没有那个明觉 你心中要是没有那个明性 你哪能够知道这么多的一切时间的种种感受 一切意念 但是我们要是跺在意念之中 只是把这个明性一直不断的追逐 眼前的种种意念 你会发现那个追逐之中就是欲 就是希望 就是可怜 就是孤独 你就永远都会在这个意力上不断的翻角 但这些孤独 这些可怜从哪里来的 你会发现法就是如此 你只要看到不是决 就是欲望 那你说那怎么样破欲望 你知道欲望是决 欲望就不在了 就类似于你要看到 这个镜子现色之时 你要忘记的镜体 眼睛的镜色就是浓烈 你要在浓烈上面知道是镜体 你根本不必坏镜色 浓烈就是镜体 为什么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将来你正在镜体时 你一样可以为终生道尽一切浓烈 你将来正在这个决心时 你一样可以为终生道尽一切感觉 你正在这个决心时 你在这个决心上一定是无我 那个无我刚刚就讲了 它是明白一切我的大我 所以你站在这个无我中 你可以给众生讲尽一切我 没有过失 因为眼前就是一切我 能明白一切我的 它本来我 谁让你在一切我中 再去另外找一个我 不是吗 它本来就天天在应用 它本来就是 就是佛门中讲的奇灾奇灾 天下苍生 本来具足诸佛万德壮业 你只不认 不要说天下苍生 我们具足诸佛万德壮业 你每一个念头现前就是天下苍生 每一个念头现前处 它不就是具足决心存在吗 它就是决心最亲民处 不是吗 你不认那个亲民 那你就是念头的最末少的感受 你想要避开那个感受 那你已经违背了亲民 你只要震的那个亲民 知道一切感受 和你知道一切感受时 不是流转 不是流浪 就像镜子照色之时 它从来不会流浪 也不流转 因为它不流浪不流转 所以它才能够为你老老实实 呈现一切色 决心它本来不流浪 不流转 但是你要背了决心以后 就像背了镜体以后 每一个镜色现前处 就仿佛就有流浪 仿佛就有视力 仿佛就有流转 那叫虚妄 叫妄生妄死 那就是虚妄 那这么强烈的流转 这么强烈的虚妄怎么破了 知道是绝 你认得是绝就回来 但认得是绝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你每天要熏悉 你每天心里熟了 总有一天你会站在全心中 看一切感觉 甚至于再有过去的业力 孤独 再浓烈的孤独感 现前 你也是能明白孤独 那个明白永远也不是孤独 所以自心起的孤独 你都可以看到 自心这个根本的亲近 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帮助 一切其他多在孤独 孤独感中 那个夜里的众生怎么样 走出孤独 不然你用进一间方法 说怎么样走出孤独 你走出去 怎么去亲近大自然 去干什么 那都是方便 绝对不是必近 有的人好像有用 有的人不会有用 不是必近 但是你说真正要怎么渡敬 渡敬众生 怎么样帮助他们 你是年轻人 你今天在这个 在你的生命的这个责任里面 你要是真能如是正 你将来生生世世 你看见的年轻人都被你赌了 就渡敬一切年轻人 对吧 假如你不是发这种心 你不如是正 就表示说这个法 假如有一个人能够承担 将来所有的一切 你只要留下这个法脉在世界 所有的一切人他就有一份希望 他就能得度 所以 他们讲达摩祖师 只等慧可一个人 从来没跟别人讲话 只等慧可一个人 但是等到二祖的时候 就叫和尚慈悲 广开甘露法门 你听了都会觉得很闷 他就等慧可一个人 怎么广开呢 但是将来你就知道 这个法脉要是 你能够 今天你虽然是年轻 你要是真的能够 能够担起这个责任来 将来这个法门 只要在世间 世间过去流转的 这些年轻人 他还都懂得回头 跟另外一个 就是你将来看到 你的世界 所有的年轻人 都会被你设手 都会被你设手 所以让他心力不可思议 愿力不可思议 所以没有一个 说能够走出孤独 不可能 所以用尽世间法 用尽世间善法 所以刻意一定要 从孤独中走出来的 就算能够一时走得出来 将来还受轮回 还受流浪 觉悟是处 都不是必定